我想问一下,你猜一下,今天我们现代人最多是什么呢? 背囊? 我是想说,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都会有一个以上的 就是这个Password 其实你会怎样去想你的Password 但是有些时候,我试过以前开不同的户口 发觉一来没用,其实真的不记得了Password 就算写下过,但连写下的东西也不见了 所以都是很难记的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婆婆跟她朋友说 她说,我最近记性越来越差 所以我的Password 经常都不记得 所以她就说,我改了一个新密码 这个新密码可以帮助我记住 她就跟她朋友说,这个密码 因为这个是外国人,她改了一个英文的密码 你猜是什么呢?一个字 Password,都接近 她就改了incorrect 她说,每次她打的时候,不记得了 电脑就会出现,the password is incorrect 她就说,我以后应该很安全地登入那个户口 我都会试一下用 不然我们都用了一样 但是今天我看离希美的十一章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密码可以好好记住 因为我自己信主已经很多年了 有时候都会去到一个位置 信主很久,侍奉很久 遇上一些樽颈位,迷失了 我忘记了,究竟怎么可以打开那道信心的门 我想这个密码可以帮助我 也希望可以帮助在座各位 去打开这个信心的门 究竟是什么呢? 在离希美记的十一章一节 这样讲到 以下来我会讲到的keyword 就是password给大家听 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的讲到 每十个人里面 就要有一个人住在圣城耶路撒冷 那九人就住在别的城一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离希美记第一章记载到 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被拆毁 城门也被火焚烧 南国有大亡国之后 耶路撒冷这个城市 原来已经荒废了七十年那么久 可想而知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ghost town ghost town就是我们简称鬼城 今天来说就是指经济、环境、各样都已经荒废 没有人愿意居住的城镇 在美国的西部和西伯利亚都存在着很多这些城镇 有称作孤城 即是孤立了的一些城镇 耶路撒冷这个被遗弃了的城市 在离希米的时期 由以色列开始 就带领以色列民去建立圣殿 去到离希米的时代 城墙也都建设了 但这个城市还差些什么呢? 有圣殿了 有城墙了 这个城市需要更多的人进去居住 一个城市只能够所以繁荣 和强大起来 除了在当时来说有城墙的保护 成为以色列民敬拜的中心之外 这个城城 这个城市 也都必须有足够的人口住在里面 离希米好知道 只要有更多的人口 才能够有资源 有这个实力 去重建圣城 保卫自己的家园 抵抗外敌 在先头读经组为我们读出的经文一开手 已经有一帮领袖 打头阵住在耶路撒冷 上一章第十章讲到 有一帮领袖已经签了名 向神纳约 他们会首先住在耶路撒冷 那里有八十四个的签名 这帮领袖去叫人住在耶路撒冷 自己就带头首先做一个榜样 圣城恢复成为这个民族的敬拜中心 除了要搞好经济 更加要在人民的面前宣读神的律法 让所有的人可以跟从神 敬拜神 以及可以献祭给上帝 亡国之后被老到其他居住的地方居住的人民 本应是很分散的 但是在今次的行动 抽了十分之一的以色列民 回到耶路撒冷居住 目的就是想把这个民族聚集在一起 之前很分散 但是现在他们决定要团结 如何在十个里面选一个呢 如何在十个里面选一个呢 正经告诉我们 百姓的首领 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百姓 祭签 原来是用祭签的方法 在祭签的里面 十个里面选了一个 十分之一的人就搬进耶路撒冷里面居住 在十一章那里 还有记载了很多不同的数字 加起来呢 有三千零四十四人 原来十分之一在这里来说 就是有三千多人 这三千多人加起来原先的八十四个领袖 他们决定搬到耶路撒冷里居住 被简算这些的人 在离希米记里面 好像没有说到他们有什么的心情 究竟是不情愿呢 究竟会不会开口埋怨呢 在十一章二节我们看到 一个提示 凡甘心乐意 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凡甘心乐意 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百姓是为了这一群 乐意奉献自己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鼓掌和祝福 鼓掌这个意思呢 在一个Message Bible里面的译本 显示出来 那里说到 The people applauded those who voluntarily offer to live in Jerusalem 他为了那些愿意 那些愿意搬进去圣城主人 鼓掌 在刚才先头读出的经文里面 就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说的 那个password 就是甘心乐意 甘心乐意是在回应着上帝给你在当下的处境 犹大人民面对着的处境就是圣城很荒凉 神的殿需要有人去敬拜 谁愿意去呢 谁愿意住在耶路撒冷呢 透过这个祭签 获选中的人 他们就是甘心乐意地去回应 奉献他们自己 重新的离过 在圣城里建立回 这个属于他们的家园 在这个重头离过的开始 他们首先要放弃他们旧有的土地 要离开他们以往的朋友和亲属 也都会受到外地攻击的威胁 正因为这样 百姓要为他们祝福 为他们祈祷 今天你也会不会同样祝福你身边 遇到新的挑战 例如是工作 例如是新的居住环境 新的侍奉干位的弟兄姊妹 为她献上掌声鼓励和祝福呢 我记得以前在长洲牧会的时候 我和阿迪还在同一个牧区 因为其实都是 世教会的牧区 我们所有的全土人都是牧养几个区 当时我们在青少区服侍 有一群青年人开始出来工作 我们很想祝福他们 因为知道刚刚出来社会做事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希望搞一个早晨的祈祷会 你猜想早晨祈祷会要几点呢 因为要搭船上班的波 最迟 我想如果快船就7点 早的都便宜些 慢船就5点多 我们当时就发觉 如果要他们回到长洲堂教会里聚集 期完土再上班 怕迟到 搭不到船 我们有什么做法呢 就是收集了他们不同的搭船时间 我们当时就在码头等他们 因为发觉大家的上班时间都不同 很难聚集 在码头等他们 总之是拦截别人 总是看到他们就快上船 通常他们都会冲 因为没睡不够时间 捉住他们 我们为祝福祈祷 然后就送他们上船 那时候 到现在都记得 因为觉得很深刻 我都希望藉着我们 为一帮弟兄姊妹祝福 祝福 希望正如先后师哥所说 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力量 去面对当日的工作 今天就来到标青崇拜了 你祝福了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没有 我们试试 祝福不怕多 你用一句祝福说话 祝福你身边的弟兄姊妹 好吗 试试 试试 祝福你 Derek 我们也祝福在BB房的 爸爸妈妈和BB 祝福你们 正因为 犹大人民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要面对很多的适应 很多的难关 所以 他们的 人民 都是纲位 正如先头我们在读经里面都听到 有勇士 大概500人 有管理的人 他们的职衔就是长官 副官 也都有800多个在电里公职的祭司 也都有电外面 负负责管理的族长 还有搜门的人 有172个 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幅图 好吗 麻烦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简单 夸出 尼希米时代 耶路撒冷 那个围 就是城墙 那个框框 如果在地图 应该就是 寬那边 是上面 北边 窄这边 是南边 下面 转90度看 但是这个图表 告诉你 就是看到 原来 你看到有些 洞洞 那些就是门 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 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 那些城门已经是烧了 我们知道城门不是只有一个洞 它还有一个框 或者很多的坚固 已经烧了 所以这些门 现在要整好之后 都要派人去守住 有大概 其实有十二个 但是这里 显示的 有十个 那些门 全部都有 一个意思 你看到 有些是 关于 用动物命名的 有 ship gate 有 horse gate 也有 一个叫 登基 那 就是 它的名字 很有趣 我们有机会再 讲 每个城门的意思的时候 每一个城门 都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这个留待我 下次有机会 再讲到的时候 再解释 那原来这些 gate 这些门 这里有172个 足以他们轮班 好好去守住这些城门 不单是有勇士 去保卫这个城市 有管理的人 有官长 有族长 更加有歌唱的人 他带领一帮以色列民 去敬拜神 我们看到 在这么多不同的崗位里面 他们有不同的职责 但刚刚就在 这个十分之一的抽签里面 他们都有很适合的人数 来分担这些工作 或者这些崗位 或者不同的职位 他们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你想 可能勇士当然是专心 每天要练舞 等自己在一个好的状态 他就不会去做其他工作 而祭司就会专心在电磊里功绩 但最重要的是 这些不同的崗位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和方向 就是去建立圣城耶路撒冷 一起敬拜上帝 一起去遵守神的律法 今天我们看回我们教会 我们身处的教会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崗位 给我们一起去彼此的配搭 有些的崗位 可能和其他崗位有合作 有些未必有合作 但我们也知道 不同的崗位 都可以互相配搭 建立 我们可以建立教会 祝福别人 在教会 在殷福堂里 我看到有 除了有组长 有施士 有helper 有敬拜队 独经组 还有 AV team 我还没有参加过的三幅队 还有栽培员 但我看到我们团体 很多鼎子没有参加 我参加一个 就是社官服侍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侍奉 让我自己去学习 在不同的崗位里面 我发觉我们可以有配搭 我自己来到殷福堂 一开始参加的侍奉 就是儿童部 到今天还是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儿童 很想和他们一起成长 很想帮儿童 发掘他们每个人所有的潜质 最近刚刚完成了小鹿毕业礼 2018 我们就有一个小小毕业礼 但我们都有不同的崗位要负责 那我们看第二张照 好吗?第二张 那你见到呢 这个是我们小鹿毕业礼 完了之后一个的 侍奉人员拍照 那在这张照里面 Bonnie做什么呢? 很明显的 她就是做睡眠 那阿堅呢 就是帮手敬拜和打点一切的 那你猜我是做什么呢? 其实呢 因为阿堅说 没有人做这个 你可不可以帮手做? 就是做私仪 但我其实心想 我最差的就是这件事 就是没什么口才 就是怕整个流程 不能顺畅 各样东西 但我见到 有什么需要 所以就做 过去那几个月呢 除了这个小鹿毕业礼呢 让我看到我们不同的事 逢崗位配搭 就是可能 私仪都不是我最有信心 或者是我最差的项目 但是呢 因为那个需要呢 我都尝试去做 过去几个月呢 我们也有一个新的活动 是在儿童部举行的 就是户外足球活动 那在烈日当空之下呢 其实我们这些小孩 就是四至五六年级的小孩 就会在太阳最猛烈的时候 我们就出去踢球 平时呢 在班房呢 我进他们班房呢 我会和他们一起上堂 其实我小时候还没信耶稣 所以没有回主日学 所以在这里很开心 可以进班房 就是和他们一起上堂一学 那在班房里面 我看到这班男孩子呢 他们是有点 有点 有点 好像摆错了位置似的 他们不应该在这个班房出现的 但是呢 在这个球场上面呢 我就看到他们呢 哇 真的看到他们另一面 很有 很有活力 还有很听从呢 就是这张照片里面的教练的指示 平时在班房呢 他可能都会听老师说的 但是在外面呢 他们那只眼睛呢 看着教练呢 是不同一点的 那个眼神 那我们看一下 以下来吧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毕业历之后呢 和这班足球队呢 一起拍照 当中有主日学的老师 都今天有番崇拜的 Sheryl老师 有点看不见 有点看不见 都一起呢 就是和这班小孩呢 去打气的 那我们看下一张好吗 这个就是他们合照 下一张 这个男孩呢 很特别的 他呢 就是那天 我们已经参加了几场的三角足球友谊赛 三只角的角 有三队的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小孩呢 他在球场上面呢 是很勇猛 也都呢 就是那个射门很准的 他得到这个的奖呢 就是叫做最佳神射手 那我看到 那我看到 就是有一次 我再回主日学呢 在走廊见到他的时候呢 他是整个人疼了 我说 你很厉害喔 你原来踢球这么厉害 他呢 展示了一个很开心的大笑容 很大的笑容 是我在班房呢 真的没见过的 因为呢 可能就是 他们有一班男孩子呢 是需要有多些运动的 但是呢 我就发觉 就是在足球场上面呢 看到他们可以有 很阳光 很满足的笑容呢 也都很好的 他们的团队的精神呢 令到我呢 很感动 是这个足球活动 能够可以成事呢 是因为有先后的弟兄 他愿意呢 就是 一班男孩子呢 其实里面都有一两个 女子足球员的 他呢 很希望他们有机会呢 可以去参与 就是在活动周的时候呢 参与户外活动 于是呢 他星期日呢 早上帮忙来 就是愿意来 帮我们带这个足球队 我看到 就是弟兄呢 看到就是 这班孩子 这班孩子有的需要 所以呢 他就提出这个 建议 我们都愿意配合 下一张 谢谢 你看到呢 就是我们的友队 就是 有绿色衣 黄色衣 他们都是小学生来的 我遇过呢 有一次有一队 有一个男生是一年班的 但是呢 他那个球艺呢 其实跟六年班差不多 很厉害 而且你看到 这些小孩呢 都很有姿势的 是吗 好像少林足球 就是呢 扎了马 我看到这个时候呢 虽然我没得下场踢 但是在旁边呢 我是很兴奋的 会跟他们打起 虽然没什么观众 但是我会大喊 恩福堂 恩福堂 加油 恩福堂 但是那些小孩是很开心的 我看到呢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侍奉里面 其实就是 可能少少一个的足球活动 但是其实我觉得 如果就是 能够祝福到这班孩子 是很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奖赏 很值得 还有呢 我都发现呢 其实不单止 就是一班的大英姊妹呢 去参与主义学老师 或者主义学活动周老师的侍奉 我也知道呢 其实在以乐 在阿加皮呢 也有不少的大英姊妹 参加老师的崗位 那么阿迪跟我分享 就是那位老师我也认识的 Travel 提庆我 那么呢 他是教主义学很多年了 那么他本身呢 也是一个老师 他今天是不是在这儿 哎呦 不是 但是呢 我心里想 通常跟电影姊妹聊天 他说 一至五都教书呢 真的日子不教了 那么他很好 他也有这个负担 他真的日子都回来教 那么他教主义学 那么他教主义学 那么他主义学呢 就八点半开始 敬拜 那么他就教完之后呢 那他会说 对了 他会说 他会说 他会在十三楼 绵一绵 绵一绵 绵之后呢 他就会陪 鼎姊妹一起回表情 很想和鼎姊妹一起去敬拜 那么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最近遇上一位老师呢 因为David老师呢 他跟我分享 因为太太患了重病 都是主义学老师 要请假 但是呢 我见到每个礼拜日呢 他依然都有回来教主义学 这件事呢 令我十分感动 除了继续去 为老师祈祷之外呢 为老师的家庭祈祷 更加鼓励我在我的侍奉里面 可能有时候会遇到灰心 可能有时候会遇到迷失 但是呢 老师的侍奉的心呢 其实都鼓励着我 我都希望呢 大家 在你 想着去 在什么崗位侍奉的时候呢 你都想想 其实在当下这个处境 我怎样 甘心乐意去回应 神给我的崗位呢 在崗位的上面呢 我们深信可以更认识神 也都得到磨练 今天呢 我们呢 也都想分享呢 我们虽然 刚刚编了新学年的 教师的标志 我们今年呢 是非常不够人的 我计过呢 其实我们主义学家 创作原地的老师呢 是需要一百七十人 另外呢 五至九楼的行政呢 的支援呢 需要三十人 这里说的是二百人左右 那我想回 啊 恩福我们的会众呢 有接近 可能一晚 是吧 差不多 那么 那个百分比 就是我没有认真计 但是我想 啊 除了 主义学的事奉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事奉 但我也很想求天父呢 呢 让我们在当中 带领 要多些的 弟兄姊妹呢 去参加 这个 教学的事奉 以至呢 我们的孩子呢 可以得到 祝福 得到 牧羊 这些人 虽然呢 现在的人数未稳定啦 但是呢 都希望 好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一样 他们进这个 圣城的时候 起初呢 都有一些的艰难 我们呢 愿意都是靠着 就是上帝呢 在开学的时候 在有限的人手呢 都希望可以 祝福到 这班的孩子 神呢 呼召我们不是呢 一个人去做 去建立教会 神呢 呼召了 在当时来说 有三千 三千多人 他们呢 顺服 回应了神的安排 呢 甘心乐意 入住耶路撒冷 我们发觉呢 一起去建立 一起去建造的喜悦呢 一定是比自己一个人 去独自完成的 话说呢 有一次我看卡通片的时候呢 就发现呢 就是其中两个主角呢 小丸子 和花伦同学呢 那他们原来 对对方呢 起初的时候呢 是没有任何的 好的印象 的 花伦呢 就认为小丸子呢 嗯 小丸子呢 其实就是一个 穿着毫无品味的笨女生 而小丸子呢 就觉得花伦呢 只是一个 自以为是 爱出风头 胆小贵 和脱线大王 那我查一下什么叫脱线大王呢 那原来就是解法外啊 和做一些不切实际啊 懒特别的东西 那样的 就是做这个project的期间呢 他们情感上有交流啦 同时呢 亦都彼此了解 发生了呢 又有友情 于是乎呢 小丸子和花伦之间呢 就逐渐 闻牙出 其实 其实 这个人都不错啊 有一次 花伦呢就想 请同学吃这个 黑松露朱古力 那呢 就引起众人反感啦 那些同学呢 懒巴笠 黑松露朱古力 那但是 只有小丸子一个人说 哎 我想吃 我想吃 花伦呢就被小丸子的衰竭呢 感动了 就请他吃了这粒 黑松露朱古力 花伦呢 就其实不是觉得小丸子 被其他同学贪吃 而是他觉得呢 小丸子好衰真 在这个时候呢 花伦开始发现 然后小丸子呢 都很有魅力的 令我想到呢 在 恩福呢 事奉三年多呢 其实 和很多不同的电影师妹 相处过呢 我发觉 当我们一起合作 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多一点的交流 这个先头小丸子的情景 就是说有情感上的交流 还有呢 有了解 还有有友情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啊 这个人也不错啊 还有 啊 其实他也很有魅力的 在英文章子里面呢 我真的发现 我的姊妹啊 团队呢 帝兄 包括还有帝兄 真的很有魅力的 因为他对着小朋友的时候呢 真的 有很多的 温身解数呢 就是 很多的能力 出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在这个的 并肩作战的途中 希望呢 你都去尝试找下 你身边的拍档 或者可能隔离团队的拍档 其实他们都有 不同的魅力的 就好像呢 我们再看三张照片 好吗 这里很晒啊 踢球 那下一张 是的 这个是有队的 其中一个小孩 还有两张 是的 这个是恩福堂的 下一个 这个也是另一个 这三个小孩 他们得了什么 奖状呢 如果你眼泪 你会看到呢 他们得了 最有价值球员 那么呢 原来呢 每一个队呢 我们完结了之后呢 都会 就是问回一些教练 你觉得你那队 哪个是最有价值的 那么 在NBA 我们有MVP 是吧 Most Valuable Player 是吧 亲爱的姐妹 其实呢 在神国的家里面 在我们恩福家里面 你在神日眼中 都是MVP 你在神日眼中 都是最有价值的 不要小看自己 我愿意和身边的姐妹呢 并肩作战 所以呢 我昨天预备讲章的时候呢 想起一些自己 一些的问题呢 都觉得自己 真的很废 但是 这个字呢 是我最近 在我儿子里学的 你真的很废 但是呢 先后 唱歌的时候呢 哦 神啊 你很好啊 虽然 我是这样 但是你是Worthy of Praise You make us You make me worthy 在先后敬拜里面 神触动我 在先后敬拜里面 虽然呢 可能说到 嘎嘎嘎嘎 但是神啊 你是令我有价值的人 他都令你 成为一个MVP 是 最初我对他都 没什么好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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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契 或者团契生活里面 建立 由肺 变肺 他们现在的组 名字仍然叫做肺组 但是 沸腾的肺 就是为主 可以有一种 沸腾的生命 今天去到 《离希米记》的第十一章 在一开始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 看《离希米记》的时候 把我们的focus 放在 是否重建城墙 或者重建圣殿 那么简单 《离希米记》 由第一章开始说到 他本身对自己的故乡 这个城市 很有负担 他哀哭 他用不同的方法 希望他皇宾回去 到第二章 他呼吁那些人一起 起来去建造 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建造的不单止是 城墙 不单止是圣殿 去到第八章 讲他们 宣读神的律法 他们一起去认罪 接着去到上一章 他们愿意决定去签约 去一起去建立他们的群体 今天 其实他讲到 如何去甘心乐意 我们自己都会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群体里面 都会有高低起跌 最近我们的团体 都在看我们小组的周期是如何 我们小组的动力是如何 十一章 十二章 帮我们重复 所以在唱回应诗之前 我邀请大家 都去有一段短短的时间 去思考一下 神是否让你在你的小组 你的团体 你的群体里面 他给你一种负担 是你需要参与 需要甘心乐意 去回应 我们先有一段时间 去讨告 在你的群体里面 你如何甘心乐意的去参与 即使你觉得自己很没用 即使你觉得自己很废 但不是 在神的里面 你是在你的群体的公用职责 一起去参与 愿意去回应 彼此的祝福 就是建立 神要你去建立 这一刻 你在你的群体里面 你的责任 我一切都是在你 你会不会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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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祢的白身 主祢是我们的身 用暗黑打开城门 来预备祢救恩的道路 我们扶口去 扶安吧 将近百姓扶安吧 耶和王 将神交给我们 人家费的身体 不提醒 不同大事 耶和王 将神交给我们 人家费的身体 人家费的身体 不提醒 全我们 眼睁无事 人家费的身体 弟兄姊妹 上帝当日 将耶路撒冷 交给 他所拣选的十分一人 今天 神都将 你的团契 你的小组 你的教会 交给我们 我们要 彼此的祝福 当我们甘心乐意 那样去献上 去配搭 去摆上的时候 你是带着一份的祝福 在这首诗歌 呼喊吧 英文是 Shout for joy 呼喊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喜乐 我们去回应的时候 是带着一份喜乐 所以邀请来 当我们再去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都呼求神 给我们一个甘心乐意 喜乐的心去回应祂 去建立你的群体 建立你身边的弟兄姊妹 一起为神的国 一起去经历祂 一起为神的国 去摆上 和献上 我们是祢的白色 主祢是我们的山 用战匪 打开城门 来预备就问你道路 呼喊吧 使你来信呼喊吧 耶和华已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他没有声音 不停息 大学 给我说你 呼喊吧 使你来信呼喊吧 耶和华已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祷告的声音 不停息 祝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恳求你 福兴我们 福兴我们个人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在甘心乐意的摆上 在甘心乐意摆上的过程 虽然都会有挣扎 但我们愿意当我们去回应的时候 我们能够经历你给我们的喜悦 经历我们在群体给你彼此的祝福 所以我们求你去带领我们 让我们去看见 看见的不单止是我们所做的 不单止是那个硬件 而是看见主你的恩手的作为 看见你的恩手如何去复兴我们自己的生命 如何去复兴我们的群体 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学 如何去给予祝福 如何去给予摆上 去建立一个荣耀你的群体 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Amen 请坐 在奉献的时候 都和大家一起去唱这首诗歌 在这首诗歌 我们唱完奉献之后 我们都很想有行动去挑战你 和你身边的人 要去建立 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 而是要你和你身边的人 一起去痛恨 一起去摆上 那我们在开始奉献的时候 一起唱一次这首诗歌 或者一起学一次这首诗歌 请 试试 人生 天内挑战 还手近你 信走痛悲 愿上帝的爱 给你灵气 滑过千里 愿主的人光 强盼着你 滑有限期 他下别自负 看顾念记 祝福你 愿成像他自旁 愿上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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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上帝的荣光 每夜 每刻 照着你 心 面对挑战 挂手 跟你送走痛悲 愿上帝的爱 赞你力气 挂我前辈 愿注定荣光 常伴着你 没有限期 他 他别自负 堂贵烈击 祝福你 愿 盛着他自负 盼你喝杯胆壮 愿 藏在他怀里 再活痛悲 同行是你 就算走前地 也被各根皮 我会为你好过 求让你再活跌倒 恨如上帝 是我的木器 我尽心祝福你 愿上帝的荣光 每夜 每刻 照着你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学习一起去献上的时候 求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 你要建立我们 建立我们的生命 建立我们群体的生命 我们的奉献是其中一样 让我们学习如何去参与 当我们献上的时候 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新心灵 学习献上不单只是金钱 而且是献上我们 你做我们 你给我们的恩赐能力 责任爱心 在我们群体里面 主求你帮我们 让我们学习去奉献 我们将我们献上的金钱 求你去祝福 我们也将我们献上的能力 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群体里面 求你去祝福 让我们在彼此祝福的情况下 我们享受主你给我们的喜悦 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大家